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按一 它想的是这个 这个东西在佛话叫五毒 于生居来的五毒 这个不是学的 过去世世代代累积留下来的 每个人都有 我们的身心不健康受这个影响 我们今天的环境 社会的混乱 地球上的灾变 于这个都有影响 这是阴的 语言 佛家讲阴连果吗 语言是讲性情 我们常讲修复气躁 表现在外面呢 语言恨恼怒烦 于是 这阴远一喝起来 它就现行了 就造业了 造的是什么 杀到阴亡 阵长了自私之力 过去地球上的居民 东方人受传统文化的教育 西方人受宗教的教育 齐心动力 虽然不善 它还有个范围 有个局限性 不敢过分 那现在 现在这个范围没有了 被科学攻破了 大家相信科学 不再相信宗教了 东方的时候 认为中国传统作用 是已经过去 那是封建时代的产物 跟不上现代化 统统把它丢弃掉 连五轮 无常思维八德都不要了 地球出了毛病 现在毛病非常明显 社会乱了 人心坏了 天灾人祸降临 多少人想拯救这个社会 希望恢复安定靠平 有没有方法 有 只要你明白这个道理 只要我们地球上的居民 真正能够气握阳山 改邪归正 端正心念 社会就安定了 灾难就化解了 这真的不是假的 现代的科学家 给我们做证明 他说出一句话 叫 以心控物 我们用善心 就能控制 物质心相 跟佛法讲的一样 佛法说 一切法从心相身 科学家讲 以心控物 一丝完全相同 一切法从心相身 因为我们的心相不善了 所以变成这个样子 改变过来 心相都变成善了 五毒 我们中国老祖宗 就有办法把它解除掉了 我们老祖宗讲的五常 人 人义 离 离 智 信 就把五毒破掉了 人就是不杀神 义就是不偷盗 离就是不邪行 智就是不愚痴 性是不疑惑 到五毒就破掉了 人义 离 离 智 信 中国人家无常 常是不能断的 是不能离开的 这无种德行 这是道德 完全与大自然规律相应 人这爱人 推及接人 你看人是两个人 离人边这是二 是二人 想到自己 一定想到别人 我不愿意的 别人一定也不愿意 我欢喜的 别人一定也欢喜 己所不欲 无事于人 是人的 是人的爱人的 义者寻礼 讲道理 我们一般讲 你起先动念 言语造作 或谦 或离 或法 人情四理 法律 通通都符合 不违犯 这是义言 离是礼貌 是尊重 是敬 恭敬 智是理智 不是感情用词 后面信 信是不自欺 不欺骗自己 不欺骗别人 中国人讲道德 无伦是道 无常是德 这五个字叫无常 德了 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我们身体五脏六腑也好 就是人意理智性 你有人心 仁爱之心 感好 一眼 神理 什么事情 或情 或离 或法 肺好 有理 理得 千禁 谦虚 恭敬 对人 对死 心好 心脏好 智者 你不迷惑 肾脏好 性 是不欺 不自欺 不欺骗别人 脾胃好 你看看 对内 这五个字 养生之道 身一先健康 性根要是坏了 上面全就没有了 道德 仁义 通通是建立在 信德的基础上 性没有了 全毁掉了 我们对古神仙仙 没有信心 孔子来教你 也教不好 释迦佛来教你 也没办法 为什么 你没有根 像植物一样 没根 怎么样去培植它的时候 它都不会发芽 都不会成长 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怎样 化解为喜 怎样救自己 身心健康 一生生活的幸福 美满 快乐人生 没把信心找回来 要相信老祖族 要相信古神仙仙 要相信福武上 英光大师讲 一分沉浸 得一分利益 十分沉浸 得十分利益 老师常常劝我们 换心 怎么个换法呢 我们现在的心 是贪嗔 吃慢衣的心 把这个心换成 阿弥陀佛的心 我们的心 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就是我们的心 这也换了 什么业障 烦恼 那习气全没有了 统统换掉了 这方法是真好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